總統賴清德今天到宜蘭蘇澳 出席串聯全台國中小的航向蔚蘭活動 經過四年籌備在今天正式的起航 同學們將繞行台灣環島 帶總統親自現身表達鼓勵 更難得的穿上了花襯衫還有戴上了墨鏡 更替同學穿上救生衣 表達對航向大海的支持還有鼓勵 細心挺同學穿上救生衣 總統賴清德為將航行台灣一周的小朋友們 加油打氣更戴上墨鏡 雖藍色的花襯衫 特別打扮一身海洋風格 親服宜蘭蘇澳見證起航儀式 第一級長為小小航海王們 給足航向大海的勇氣 同學們也寫信給總統好幾封手作卡片 還有可愛的親筆插畫 我的確也說到我們岳民國中小 許多同學親自製作 充滿誠懇溫暖的文字 今天的確是帶著感動而來 那麼我收到了許多卡片裡面 有特別問我一個問題 總統你喜歡海洋嗎 我很喜歡海洋 總統也表達上任後落實海洋教育 探索海洋的決心 我們是海洋國家 我們有海洋文化的DNA 我們應該要用海洋豐富 我們國人的生活 身為台灣海洋公民的一份子 用行動響應聯合國今年世界海洋日 加深與大海的連結 這裡是梅里明洪SNG宜蘭報導